寄功活佛词语,充满希望与喜悦。 徒儿啊! 想一想每一天太阳升起,张开双眼,试用怎么样的心情,迎接这一天的到来,是充满希望与喜悦,还是满心的疲惫与不悦? 无论从前心情如何,我们都放下。 从今天起学着感恩,感谢现在拥有的,也感谢几经失去的,感谢上天,感谢遭遇,也感谢勇敢的自己,一路走来都是学习,让生命更有韧度而不是虚索无度,让心灵更加柔软,而不是无情无感,好吗? 要知道天这么广,地这么阔,大小事皆要将心比心,过程中皆要设身处地,为对方设想,才是慈悲,知道吗? 尤其修道更加特殊,佛法是最平等的。 自己皆要以身作则。 咱们修道和世俗不同,不能用势力。 社会要靠明,靠力,靠势,不听我不行。 社会用事,道场用德。 适用命令,得失效法。 修行就是追随圣贤先佛的脚步。 因为神先本事凡人做,多了解先佛。 圣贤的行仪,前人辈的道范。 立定志向,追随思想,树立典范。 那么百年后岂有不成就的道理? 无法成就,除非凡人心不坚啊。 一样迷扬百样人,大家听一样的道理。 却有不同的心得,各有各的修行方法。 各有各的观念看法,各有各的偏执想法。 然而,学着心中有耻。 行为方不会越举泛分。 学着口中有度,言语方不会伤人害己。 修念头让好运随行。 修个性让善缘随行。 修言语让幸福随行。 所以要有尺度。 就是孔子之吉大成今生御正也。